川普指出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政客出于大选原因 对击毙苏雷曼尼颇有为辞外 很多人很多国家甚至伊朗国内的很多人 都在为苏雷曼尼被美军击毙而叫好 而有关苏雷曼尼死前策划的攻击细节 将会在周一一早汇报给国会有关人员 公众将获知更多消息 对于伊朗威胁采取报复行动 川普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还击 而攻击目标将遵守国际法的规定 苏雷曼尼在被美军击毙前 曾策划了对美军基地的攻击 这一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两人 另有多人受伤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